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离婚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 主持人是这样 这个肯定想过 我之所以跟他爸爸离婚那样的人离婚 我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 安静的环境 我就想让孩子好啊 这很简单的事 那我想问问圆圆 对于父母亲离婚你曾经做过最极端的事情是什么 我就记得有一次的确是我也听不听话的 然后那会儿叛递期 然后有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那天一晚上没回去 其实第二天我也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当时我就想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我这种贪玩 如果我父母都在跟前的话 他们好好的我不会这样的 我不会这么叛逆 所以说我选择的方式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和好 然后我在家里有一瓶那个安奶浸 然后我就把一瓶都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等中午我妈回来 我在那躺着睡觉嘛 我妈就把我叫起来说你昨晚干嘛去了 好过质问我 然后当时我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也记不清了是我爸怎么知道我没回家 然后那个我爸就上家里去了 就那个我爸问我怎么了 然后我当时我看着我爸我就哭了 我说爸我吃药了 我爸一听特别着急 说你吃什么了 我说我吃了一瓶眼奶浸 我爸就一听我吃这个药了 他就着急 然后我爸就要背我去医院 然后我妈说你让自己吐吧 这个在我心理上 就是我记了挺多年 因为我发现当你在跟我阐述你跟妈妈之间矛盾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句狠话 对 特别伤害你 其实事情我并不记 但是我记的是我妈的每一句话 就某一句话特别伤害我 心理翻江倒海的时候 都会有那么一个狠话戳到你 对 是这样的 我出于对你的考虑 将来我心疼你 我心疼你 将来我怕是你爸爸承认你的负担 他依赖你 他就是什么也不干 本管说我爸做了什么 他都是我的父亲 这个你首先要知道 对 没错 既然你已经选择离婚了 本管我爸现在怎么样 他已经 你和他都是我的负担 你应该知道 我并没干涉你们妇女之家 妇女之间 你没有干涉过吗 我没干涉过 你从来没有干涉过吗 我很少呀 那对分什么是很少吗 很少干涉 我想衍生另一个问题 在女儿谈恋爱的时候 你干涉吗 干涉 为什么 我感觉 他找对象 他那个时候 好像也没什么标准 他们很盲目 他找的男朋友都是很盲目 没什么标准 你爱情需要有什么标准的 我感觉 对他来说 他应该有点标准的 我妈认为 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起码 他有 他有事业心 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有房子 有车子 这个不不不 我没有那么 我没有那么要求过 起码 三千多块钱 应该他能过日子 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他也没有 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的女儿 他没有工作 他找这个 他必须得有稳定的收入 对不对 他们才能在一起生活 他先找那个 其 那个 家里很穷 买不起房子 然后自己呢 男孩子也是打工 每月 那时候 挣多钱 我也不知道 回家的时候 连路费自己都没有 都得我给出 你说这样的男孩子 我能让我女儿跟他吗 你认同母亲的这种价值观吗 我原来认同 但现在我想想 回头想想 我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 我想找的是 我需要的东西 并不是说 我要看待他的 现在拥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 像财富 这个东西 可以两个人一起创造 他并不是说 就指望一个人 他一开始好就好了 以后都好了 我不会这么认为 文杨老师 其实经历过 很多类似的事情 我想接下来 听听您的意见 好不好 我跟姑娘说一句 妈妈没有错 你跟妈妈交流的时候 主持人交流 还有我们经过 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发现你妈妈 有个行为特质 你不知道 你要那个东西 是感觉 感受交流 妈妈不具备这个思维 他就是论事 他很硬点 钱 物 事